来到三口县一定要吃河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这家餐厅 据说可以品尝到最正统的河豚大餐 这间餐厅从1977年创业以来 严选当地海鲜烹调 在店内吧台座位前 就有一整排的河豚水槽 保证能吃到最新鲜的河豚料理 期待的河豚大餐来了 每一种看起来都非常地好吃 那我们就从生鱼片开始好了 像花一般的生鱼片 非常地漂亮 用来做成生鱼片的河豚 要经过三天的熟成 去除多余的水分 据说这样才能品尝到河豚 最具有糖味的口感 这是高级鱼 所以厚着切得很厚 就没有肉 如果太多刺激 就没有味道 这高超的刀工实在是了得 看看这晶莹剔透的河豚 片片薄如产意 再加上细心的摆盘和装饰 简直就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 而且就连吃法都很讲究的 让先卷上细细的鞍钢葱 这可是为了河豚料理 特别培育出来的葱 再沾菊醋酱一起品尝 就是最道地的吃法 它切得很薄 然后加上这个葱 基本上它们两个的味道 互相调和了 它跟葱的那种结合感很棒 对 非常的清爽 而且河豚的那个鲜甜感 它其实没有盖过去 再来我来吃一个炸河豚 因为这个河豚它炸得很酥 然后里面的肉质很软 其实河豚算是一种 蛮有嚼劲的鱼肉 但它炸起来也很不错 吃完了炸物 满满食材的河豚火锅 正巧处好 我来吃一下这种水煮的 火锅的河豚肉 吃这种版本就感觉比较细致 河豚肉变得好细腻 听过水煮之后 变得非常的绵密 炸得会稍微再结实一点点 但这个是很滑顺的 对 直接变得很绵密这样子 你看它经由几种不同的料理方法 它就会产生不一样的口感 跟味道的层次 对 都不一样 满满一桌河豚大餐吃到最后 可以用河豚火锅的汤头夹蛋煮成粥 鲜甜美味真是令人无法抗拒 如果来到山口县下关市 没吃到河豚 可别说你有来过这里哦 吃完厨师的好手艺 接着要带大家去见识 令人赞叹的建筑工艺 现在我们来到了 盐国市的门面 就是锦带桥 是 这个木造的锦带桥 它是日本的三大桥 因为这座桥 横跨于山口县内 最大的河川锦川之上 就像是锦川的腰带一样 因此被命名为锦带桥 这里是盐国市的人气观光景点 吸引了许多游客 他们这几个人在干嘛 对 现在什么都在干嘛 锦带桥姿 锦带桥姿 一起来 桥公桥 一起来 一起坐 一起来 三二一 这群京都来的游客 教我们一起摆书 锦带桥姿照相留念 来到这里 可别只知道要拍照 这座桥可是几经拖折 才建造出来的呢 在江户时代 每当遇上大水来袭时 桥身都会被冲毁 直到盐国的第三代繁主 日夜苦思才享出了 前所未有的拱桥设计 据说运用这种技术 做出来的桥身 若从桥面施加越大的压力 桥身的强度就会越强呢 锦带桥不仅桥身结构非常讲究 桥顿的设计也是大有玄机的 原来把桥顿做成传统的形状 就能减低大水来袭的冲击 了解了锦带桥的历史和设计 让我们对这座不平凡的桥 有了更多的认识 走到锦带桥的对面 有两家很特别的爽起零店 一定要去朝圣 不过到底是特别在哪里呢 既然你都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那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这里有种类反多的双起零店 小次郎 小次郎才厉害 没有 那可不一定 不如我们各自去找厉害的双起零 会来决斗 是吗 走 这两家双起零店 一家叫做小次郎 你想得到的经典风味 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另一家就叫做武藏 专卖想象不到的新奇口味 像是辣椒 咖喱 还有拉面等等 各种新奇古怪的双起零 紧张紧张 刺激刺激 武藏和小次郎 到底是一个双起零会胜出呢 出 一看我就赢了 你那词比较高而已 好不好 我最可是纳豆口味 纳豆 我这个名字很厉害 多厉害 我这个 预防老化 减少皱纹 而且还可以治 糖光炎 这样你呢 更年奇怪到要吃点 拜托 我年纪还不知道那样好不好 好啦 你们两个就别再斗嘴了啦 说实话 我在吃的时候 我觉得它有非常浓的 那个生起司的口感跟那个味道 但我都没有吃到你有纳豆的感觉 有啦 其实里面还是有一粒一粒 那种纳豆的感觉 碎碎的 然后有 你要用心吃 好在一起 真的好在一起 后来武藏和小次郎的双起零 都各有特色 这次就算你们平手吧 既然来到了盐国市 当然还有一道当地的代表料理 不可不吃 听说在盐国市这里 有一个必吃的乡土料理 没错 就是这个啦 四四方方的盐国寿司 这个色彩鲜艳的盐国寿司 在江湖时代 曾经是战争时的 美香土料理 另外盐国香土料理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 那就是莲藕 没错 盐国莲藕 也是当地相当特别的食材 它的莲藕吃起来 比一般的莲藕来得更黏一点 有没有 而且比较甜 它的甜味比较明显 一边享受盐国在地香土料理 一边眺望景代桥 美景美食一次满足 美景美食一次满足